这是我提前泡好的黄豆一百五十克 将它沥腾水分再清洗干净 将豆子倒进豆浆机中 加入不超过一千三毫升的水 盖上盖子 选择备浓豆浆 将打好的豆浆隔渣过滤 滤好的豆渣不要扔掉 回头我们用它来做好吃的 中小火将豆浆煮开 煮的过程要不时的搅动一下 防止火锅了 煮开关火 撇去浮沫 稍微晾两分钟 趁这个时间 在不锈钢瓶中倒入两克的内脂 用三十毫升的清水化开 内脂的量按四百毫升加一克 我打好的豆浆有八百毫升 所以我放了两克 将煮好的豆浆倒进来 稍微搅拌一下 再次将浮沫撇去 盖上盖子 静置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非常的嫩滑 用小刀滑几刀 我们的豆腐脑就做好了 舀一碗出来 然后取一汤匙的蜂蜜 这蜂蜜是自家的 下面都结沙了 是非常纯正的蜂蜜 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非常的嫩 天热拿去冰镇一下 非常的解暑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